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说一说韩哥有怀疑 因为很久没有做过这个环节 现在做回就好一点 因为近期韩哥在《非死不可》的贴 很多人都会参加我的 其实我是很欢迎的 绝对欢迎他参加我 因为有些资讯我也没有留意的 好了 他转发了一篇文章 他解释了为什么香港没办法跟内地比 也解释了部分原因 为什么香港没办法做到全港禁足 在分享这篇文章之前 我就想说一个他的意见 就是他对西门止境的看法 政府抗疫人员疲于奔鸣 而这位专贵的李议员 则乐此不疲地走出来抽水 哇你真是伟大 还有时间去视察部派丑机 你真是不知丑 原来立法局议员这么有空 这么有空 为什么不帮忙去维持一下秩序 带上你的移工去支援在场的检测人员 饭痛 这是韩哥说的 另外还有一个 他分享了另外一条片 他说 林郑母粉上深圳特首选战新啟史 咦?这样 你刺激的 然后他就说 个人资料 私隐专专业 只安心出行加入 跟踪工梁 不涉侵犯私隐 但是实际上 实际上是 实际上很难做的 实际上你要有一个SOP 这个数据不会让你这样用其他用途 而且一定要确保 不会漏出来才行的 所以很难做的 好了 韩哥就这么说 賤到没有朋友的西门阴境 这个西门阴境 不理疫情是弱 毫无廉耻 还不断继续分化社会 搞挑拨离间 和屈賤人 四方果蛇鼠一窝 是不是特首又要出席防疫记者会 又要在政府总部部署其他东西 又要上深圳参加会议 难道做特首懂得分身吗? 不是啊 他就是分身 他又做议员又做KOL 韩哥 搞错了 哈哈哈 他真的懂的 这个KOL议员 这个真的懂的 KOL议员 有时是做KOL 有时是做网L 有时是做家里的生意 有时是带货 多少东西做 多少水 大把贩售 这个KOL的东西多厉害 你看看他的SOP 这是我说的 不要冤枉韩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有空到不得了 这个磨碌 好了 接着他就说 韩哥说的 你当李家超和其他政府官员是废的 谁人都知道 政府每个部门 每个岗位都要各施其职 我真是拿你啊 这个我特地做韩哥说的 hanno 再做一首歌给西门止境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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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鼻 тов chairs to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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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否帮我陷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questo是乱途不宜 2B级 哈哈 是2B級的電影說的 Oz Chan說AX勁網上說有人用垃圾桶暗殺他 他不是用垃圾桶暗殺他 有人燒垃圾桶等於暗殺他 唯一一個解釋就是他是垃圾桶的一部分 所以燒垃圾桶等於燒他的 最可行的解釋就是他住在垃圾桶裡面 他住在那個綠色垃圾桶裡面 這是最有可能的解釋 所以他和垃圾桶暗殺他 燒垃圾桶等於燒他 真的是垃圾桶的垃圾 沒錯 西門史敬真正身份 人渣喜歡人渣 這個人絕對同意 這個人 O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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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OK 好了 Tonastic就說 你好厲害 跟劉光華一樣 劉光華是小單位 你知道的人是大單位 劉光華那是橙色的 你知道的人是綠色的 好笑的這個 小南華 好,對,小南華 講一講一個協助遺風強檢的退休人員的分享 不單止香港沒有能力跟內地看齊 就是全世界都不行 講得對,全世界都沒有可能 我們告訴大家 最先進的直谷 軟件的東西很先進,但硬件設計 其實製造是判給外面的人做的 最守秩序的日本 開放社會中最強勢政府的新加坡 新加坡不是開放社會 我也要說 這篇東西 我也要點評 為什麼呢?因為我不是同意所有的東西 新加坡全都做不到 新加坡嚴格來說它不是開放政府 但它也做不到 它是類西方社會 這個新加坡是 但是它其實很多東西跟西方是不同的 它是類西方社會 但是也是死的 所以新加坡現在是萬幾單的 如果我沒有搞錯的話 不同的 新加坡還有一件事 它也算過一條數 因為它始終是一個商負 你要記住 新加坡跟香港都是類似 新加坡是一個國家 是城市國家 香港就是中國的一個城市 一個特區 一定要很清楚 因為我會被人罵 很害怕這些事情 一定要澄清的 一定要說得對 好了 在這個情況下 兩個都是相浮 本來還說要搞 香港和新加坡 其實因為香港和新加坡 有很多金融業的東西 是會有人緣的來往 所以最初為什麼會說 搞個旅遊氣泡就是這樣 搞不了 因為新加坡就走了 與病毒共存的那條路 香港就繼續動態清零 各有前因 其實香港到現在 都沒有辦法和病毒共存 一定要說清楚是沒有辦法 因為 這個最主要的就是 接種疫苗的人太低 人數實在太少了 這個是不對數 其實是 搞了一年多 有些媒體 不斷拖後腿 不斷製造市民對疫苗的恐慌 那份媒體現在是不斷狂鬧 特區政府說 特區政府做得不好 你不斷拖後腿 拖完之後 你還說特區政府做得不好 我自己就覺得很不對數 新加坡的情況 現在 新的個案 我看得到 如果用快速測試 測出來 就7776單 用核酸 就2549單 加起來就1萬多單 所以沒有說錯 那麼 他們的情況 就 不是很樂觀 但是他們和外邊的接觸 現在是很多 因為 輸入的案例 現在說核酸 是138單 如果快速測試 是42單 基本上 就差不多200單 輸入的 每天 是這樣 他們的情況是這樣 但是你要看看 他們的接種疫苗是怎樣的 就是現在打齊兩針的人 佔全新加坡的人口 九成 佔全人口的九成 都是會爆到這麼厲害的 新加坡是一個 五百多萬人口的地方 現在他們的情況就是 加強針 現在全新加坡 就63%的人口 就打了加強針 那你看看 香港在接種疫苗 多落後才可以 新加坡 是啊 其實 香港人 很坦白說 很不信特區政府 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那個信任度是很低的 很低 而 而建制派在過去 兩三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甚至是今年 2022年 他們都是 削弱他們的支持者 對特區政府的信任 是不斷地做的 刻意地做的 即是他們的支持者 是去信他們 信他們 而不信特區政府 很慘的 這件事 他們用了這麼多年去做 我們一直都是 逆行者 就叫大家信下政府 2019年 叫大家信下政府 2020年 就叫大家配合政府 因為現在抗疫一定要齊心 即是有些不妥的事情 大家盡量走位 盡量埋位做 好嗎 2021年 就叫大家去打疫苗 信科學 好嗎 他們那群 即是 現在很極端的 那群 Kiloro 和Kiloro議員 以及 現在選了進去的議員 他們做了很多事情 令到大家 對特區政府 是不信任的 所以 他們用了幾年時間 令到特區政府 有慾無詠 我告訴大家 回歸初期 建制派 有慾無榮 這就是曾育成時代 和董建華和梁振英時代 現在就是了 現在榮又要 你就慾 所以很嚴重 是啊 那 好了 現在的情況 完全不樂觀 其實是 好了 回到那篇文章 好 香港一次 維蜂強檢的現場 大家可以看看 究竟發生什麼事 晚上七點半 維蜂開始 居民可以回家 但是已經展示了告示 管業處和保護員 和幾十個政府人員 不停講解 請居民等候拍門通知 才下來做檢測 所以就說 不要在一起 說分層等等 其實 已經是有做的 其實是早就有做的 為什麼有時候會這麼亂 就是人們不聽指示 明白嗎 好了 8點20分 二十多個居民未有通知 就走到檢測站 要立即檢測 雖然檢測配套已經大致做好了 但是還在測試 好了 8點半 晚上 其實很快 一個小時內 已經可以上樓去拍門 檢測開始 只是通知三個樓層 即是三層樓的居民下樓 結果 去到 8點10 就是沒有拍門的人都湧下去 有一千個居民 哈哈哈哈 這是苦笑來的 台陽 台陽是苦笑 有一千個居民大排長龍 投訴 這樣的 為什麼沒有人通知 為什麼不讓我那層樓排隊 都沒有通知你 你就下來 不行啊 我要醉劇 哈哈 我說大家配合的話 根本不會有這樣的問題 其實你就看到香港人的配合度 太低了 太低了 是啊 太低了 好了 還有說 等也沒有消息好混亂 沒有消息好消息 還說好混亂 沒有消息怎麼會混亂呢 對嗎 對 對 好笑 好笑 政府安排不好 我們要排長龍 這樣 唉 不要這樣 如果你跟著政府的安排 是不會有條龍在那裡的 老實說 他也不想你一刻 有條龍都很短的 最多應該是二十幾三十人 就是這樣 當然 當然還有他們會說 我老婆在龍頭 我要去龍頭 好餓 為什麼沒有晚飯派 其實 七點半圍風開始 居民可以回家 即是 你回家的時候應該都在煮飯 如果你是在家的話 我打算你圍風 當然有飯送提供的 當然不是 但是不是 如果你在外面的話 你應該都買了外賣回來 如果你 或者買了送回來 這麼餐我吃政府 死都 維蜂我拿 所以你看看台洋 就講出一些刁文的本色 好 接著就說 我要早睡覺 讓我快點結業 對 很睏 快點 我早點追劇 好了 接著還有 工作人員痴線 叫我不要下樓住 樓上也下了 有什麼理由不讓我下樓 因為逐層檢 頭都大 對著刁文 排隊要轉班的嗎 轉到我老公和我分開了 現在我們要上去前面和我老公一起 但是 其實 你們三個人一起排隊的話 和老公 就是 喂 就是這樣說 四個人 四個人一起排隊 怎麼會走失的 頂你的肺 不是 可能是老婆先走 老公就 咪咪摸摸 下來了 咦 老婆你排隊都這麼前了 那 然後老婆說 喂 老公我在這裡 過例 後面那個說 喂不要啊你不要打仗 這樣搞法 大哥 其實你說為什麼沒有飯派 七點半開始圍風 其實七點半開始圍風 其實怎麼用派飯 你想想都知道 是不是傻的 我一向八點吃飯 不是啊 但是你 你買了菜 頂你 你如果沒有買菜 你就在外面 剛剛才 葵宗邨 衛風 有飯派 你有什麼理由 我解釋一次給大家聽 有什麼理由 你七點半都還沒買菜 如果你打算晚上煮菜 吃飯的話 沒有理由 我買了菜 我明天吃 總之你派飯給我 你七點半到圍風開始 就是這樣說 你圍風開始 要不就不在家 要不就在家 要不就在家 你不在家的話 要不就在外面吃了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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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是傻的 現在就瘋到不得了 最多就是 你在外面買了三盒 兩順飯回來 其實七點半 才圍風 有沒有理由 知道你自己洞樓圍風 之後 我不買兩順飯 我吃勝虎飯 有這樣的嗎 我買了都不吃 有這樣的嗎 放下雪櫃明天吃 哈哈 我要吃政府那盒 哈哈 神經病 真是 這些人是傻的 那 那 Toran Chef就說 有很多人 天晚上八點才買飯盒 那 喂 大哥 如果天晚上八點才買飯盒 就在我的理解來說 你已經出了街 你應該不是在家 應該是吧 我的看法就是 怎麼可能你回家 然後再出去買飯盒 我完全不明白 道理在哪裡 很多時候買飯盒 你下班路過就買了 是不是這樣 對嗎 對 是不是 你說八點去買飯盒的人 喂 八點 八點回家的人 我也要說一次 八點回家的人 就是這樣說 他買了飯盒回去 你不順便買 還有如果你說家裡 七點半開始圍封 街市也收了 是不是 哈哈 不是去街市買飯盒的 不是 街市七點半不是 是買菜 買菜 對 七點半圍封開始 你說每天去超市買菜 但是坦白說 你會不會 每晚七點半圍封開始 才去買菜 或者七點半才去買菜 不會的 可能性很低 我想起可能性很低 因為龍眼妹經常去買菜 都早很多 所以我看到 呆了 你說什麼 好了 這個真是好笑 排隊時要一家團聚 有人只是為了上前超越20個人 就破口大罵 不肯接受在前面的家庭成員退後 其實呢 20個人分15個檢測庭 輪候時間相距不夠一分鐘 哈哈 不夠一分鐘 哈哈 真麻煩 大家都是街坊來的 河虎虎虎相逼 是不是 是不是 我是最欣賞的 所以我一定要放在他前面 哈哈 哈哈 就是因為街坊 哈哈 愁口多 哈哈 唉 我告訴你 情況不是這樣 香港電台訪問了街坊 原來有人在窗裡看著下面 知道檢測後每個人可以派物資 害怕執書 行頭慘過敗家 哎呀派了帽子 那些居民呢 就相互通報 一窩蜂地下樓排隊 這個情況又有好處 少了一些不配合的人 哈哈 這個情況不配合的人就少了 誰知道配合 其實嚴格來說也是不配合的 因為本來是要分層去敲門 叫他們下來 他們就全部湧下來 撿書行頭 慘過敗家 喂 染疫啊 都是正常啦 叫你的強檢分層 你自己就不分層 明明住二十樓 你也說自己 我也是住三樓的 哈哈哈哈 你要寫地址 強檢有鬼用 你能不能說謊 我已經來了 算了 快點吧 哈哈哈哈 你看看台影 唉 好了 接著怎樣呢 向工作人員慢罵 爭先恐後 收到通知 要等於不高興 沒有通知 就埋怨沒有消息 等三幾分鐘 讓工作人員解決問題 都覺得不順 要 據自己的理由而力爭 這些 不是 那些政棍養出來的 是磨碌 你看看那些政棍做什麼 是啊 那些政棍 喂 其實 你們那些人 就自己在家裡 遺風的時候 就清潔了家裡 那些長期不扔的那些東西 接著好了 堆了那些藍十一大堆 就說政府做得不好 好慢啊 你們 你們那些人 我馬上傳訊給陳詠欣 我叫他幫我投訴的 哈哈哈哈 可惡到不得了 其實那些政棍都是賤到不得了 我告訴你 就是一隻手就拍不響的 就是你做政治人的話 你應該都跟街坊說 喂 其實 你這樣不適合 做些事情適合才行 是不是 社會大家都有的 是不是 你好我好 大家好 是不是 不是 議員為文發聲 應該的 什麼 你好我就不好 哈哈哈哈 什麼你好我好大家好 你好我就不好 我不好 大家都一定要不要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多壞啊 那些人 是不是呢 那下不是乖 就說 相逢何必曾相識 我是下來拿著素的 哈哈哈哈 什麼啊 你真的 哎呀 哎呀 就是這樣了 哈哈哈哈 你看看多糟糕 這些理由我們都說過 所以我們一直都叫大家 喂 你配合一下政府 不要在這裡搞這搞路 對不對 哦 我積極配合 我早來 你還沒叫到二十樓 我叫三樓 我馬上都來 我積極配合 是嗎 哈哈哈哈哈哈 積極配合 嘩 積極到這麼快 哎呀 撿輸行頭 大哥 是啊 撿輸行頭 慘過敗家 香港格言 這些 死不死 哈哈哈哈 一拿不到東西 立刻找四方議員投訴 以前呢 民主派有個四方西 現在又有個四方果 哈哈哈哈 正出語蠟 哈哈哈哈 神經病 好了 雪靚 多謝你 Edith Tau 很多人喜歡我 誰很多人喜歡 很多人喜歡Edith Tau Edith Tau是誰 哈哈哈哈 很多人喜歡我 是啊 很多人喜歡你 哈哈哈 那麼 收拳兩躍強劫 不應該再派物資 派物資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呢 一定要遇到舊 而且不可以一個人拿多份 這個是很重要的 其實很多時候 為什麼會派到最後的時候沒有呢 就是那些人拿幾份 福記 那些人拿幾份就真是糟糕 我告訴你 好像有便宜 不用洗頸 有便宜不用洗頸 接著還有人檢測幾次 可能排幾次檢測隊 檢測完了 不是 檢測完 一次 哈哈哈哈 哎呀 那麼 那些人在網上刪開 刪開了 過了 好不好 risala 我還是只能讀完 哈哈 原來是這樣的 ienda 吹走話做警察朋友 已經對政府或其他 work from home 民職公務員有所怨言 我唯有努力所學會社長疏到、疏到 其實呢 那 沒錯 我想說 是啊 是啊,而且有些人他們的工作是留在家裡是比較安全的 比較關鍵的位置 我不是說做警察是不關鍵的,警察也是關鍵 關鍵是前線的關鍵,有些人是後勤的關鍵 社會不停的,後勤也很忙 其實一個政府是很大的,不是值得很少人在這裡工作 我在政府也做過事,但當然不是香港政府 其實政府部門之間經常都有爭執 政府部門裡面也有爭執 是經常都有的 有爭執,其實大家都是要做一件事去處理 我學會了一件事,第一件事不是去找責任 第一件事是去找誰負責了,譬如舊了鑊 你永遠都解決不了那個問題 香港其實是很慘的 第一件事就是,誰負責了鑊 找那個人出來負責鑊 你永遠這件事都解決不了 因為你每次都是找一個人來做代罪羔羊 因為通常負責了鑊的人,他吹水很厲害 我們發現了,我做了這麼久的事,我也知道 通常負責了鑊的人,他吹水很厲害 因為他常常是鑊鑊 那麼他常常 versatile,會咚到件事亦不關他事 看到他而又射在別人的地方 他還贓也會,因為毫無聊 那這thren,他經常鑊鑊 所以用很大的鑊鑊 所以如果他不斷射在別人的地方 他便會變成精 尤其是年紀大不好的 我不是很年紀老的人 有些人是人老成精 他們是很可笑的 他們第一次舔了鑊鑊 接著好像是你 年輕人是你弄出來的 年輕人有很多像我一樣 就說真的好像我有錯 其實舔了鑊鑊你認了 對你的仕途當然有影響 但是其實沒有辦法 我是搞到政府不能留在這裡做 要走去其他地方做事 沒辦法 我是一個能夠做事的人 但我不是一個能夠卸鑊的人 政府就是這樣的 所有大機構都是這樣的 有些人很擅長卸鑊的 舔了鑊 他永遠都不會出錯 因為他永遠都把鑊放在別人身上 不關我的事啊 其實你想想林鄭很慘 林鄭其實也是一個比較實幹型的人 其實他拿了很多鑊鑊的 他是自己扯回的 他沒有射給那些男人 你看林鄭月娥 他是一個有道義的人 我的看法就是他沒有射到別人的道 好了 現在的情況就是 在香港這種情況 你說有沒有很多老屁屁 一定有的 大家回到沙士的時候 回到沙士的時候 年紀大一點的老屁屁醫生 在政府醫院做的 就聘請假了 有那些年輕醫生去訂 當然前線一定會有怨言 為什麼呢 對呀 你們那些老屁屁在後面 不出來 所以我也要說 鄧炳強有一件事 我覺得他很厲害 這個人我是實事求是的 我是實事求是的 鄧炳強很厲害的 他一定會告訴前線的人 他跟前線的人是一起拼搏的 這件事是新鮮事章的 很好的 很好的品質 林鄭也是 林鄭也是會跟前線的人一起拼搏 他不會被的 這些是有承擔的人 遇事 然後躲在後面 叫他下屬去頂那些人 那些人是最乞丐的 那些人是最乞丐的 但是我告訴大家 那些人在社會上 那些人在社會上 很多時候都很成功的 因為他永遠都不會犯錯的 因為他不做就不錯 而且他懂得射給別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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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明白嗎 啊 真的很好笑 當然了 現在你看到前線人員會有怨言 但是我也勸大家 盡量疏道 如果你認識一些警察 他前線很辛苦 前線一定很辛苦 前線辛苦 但是這個不是因為政府做得差 而前線辛苦 這個一定要說回 這個是社會的錯 就像19年那樣 19年的時候 很多警察都很討厭特區政府 搞錯 又要我們去頂 但是問題的嚴格來說 就不關林鄭的事 其實你看看香港的人 是多糟糕 剛才說的例子 哈哈哈哈 有些就是糟糕中的糟糕 還有有些人渣中的人渣 你可以說的 台陽剛才演繹得非常好 可以再演繹多幾次 哈哈哈哈哈哈 實在是了解 哈哈哈哈 其實現在還有一些 對呀 還有一些人 就是有鑊就射 其實很差 但是在每一次行動 其實政府的行動 這個是原文說的 又大又難 工作人員 只是巨大機器組件的一顆小螺絲 是一顆螺絲釘來的 其實是 不會完全知道每一個步驟 其實這個 有很多人都是罵特區政府 怎麼搞的 不清不楚 但是他們其實都不懂 換位思考 你有打過工的人都知道 根本上 很多事情都是不清不楚的 哈哈哈哈 你在哪裏打工都是這樣的 我說真的 不是開玩笑 就是 為什麼我會知道 到處都是這樣 因為我做顧問的 我經常去不同的地方做事 到處都是有鑊奶 每天才會找我這個人去 如果他們不拿鑊 根本不會有我的存在 接著就要找個顧問來揹鑊 是這樣的 鑊鑊也是這樣的 他寫了一份報告就可以了 總之就是 最難搞的就是找我們 這些就是有肉無榮 我們這些就是有肉無榮 哈哈哈哈 有出糧的 大哥 這份量包了 哈哈 有肉無榮 呃 Mannock你說打錯了字 所以就 哈哈哈哈 哦原來這樣 不要緊 不要緊的 其實很多人都有錯字 我們不會追責的 就是寫錯字 我們盡量 有小事而已 你會看到其實我們讀留言 有時候讀會哭哭哭的 但是因為有時候寫錯字 會猜不到 錯字寫什麼 是啊 我們會猜回的 但是也盡量去 是啊 那麼 GYXH 社長懂事做事 但是不懂做人 所以即場找事 我沒有打工很久 我告訴你 GYXH 我二十幾歲已經沒有打工了 嚴格來說 我不是職場人 嚴格來說 我不是職場人士 二十幾歲退休 不是二十幾歲退休 沒有打工 不是退休 是做自己的事 不是退休 我也想退休 我也想退休 好了 不要講這些了 這些壞事就講到這裡了 確實 大家都是要知道一件事 遇到問題 大家不要逼 不要吹 沒有意思的 我其實解釋過給大家 這篇文章也是這樣說 大家越吹逼 反而會拖慢整體的進度 事實上 現在你們這樣 在亂吵鬧 其實他們都是 搞亂的社會 是故意的 故意的 是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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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點 我先 快點搞定 我要說一件事 沒有打工 不代表沒有做工 不要搞錯 比毅震 不是呀 我沒有打工 不是沒有做事 我要做事 你真的 真的不是打工 真的大件事 好了 最慘的事就是 整個機器 不能夠暢順運作的政府 我們看到這個問題很久 2019年已經看到這個問題 所以 2019年的時候 已經跟大家說 都是支持特區政府 比較適合 因為 你很快看到一件事 2019年就是 特區政府沒有了管治威信 做什麼都做不到 其實是 做不到 其實是很麻煩的 好了 接著還有 一件事 小螺絲釘不能夠發揮作用 大機器也不能夠暢順運 希望大家發揮小螺絲的作用 個人一小步抗疫一大步 這個我們一向都有說 所以我們是一樣的 看看 香港人分秒必爭 但是要對焦點 疫情越高企越要忍耐 要挑政府施政流動 必然到處都有 但流動要我們每一個人去幫助 才能夠支持疫情 我們都說過 政府不是完美的 其實這篇文章跟我們說的 是一樣的 其實這篇文章跟我們說的 是一樣的 就是 流動呢 大家多走一步 保了它 好嗎 大家走一步 保了它 就只顧著在這裏 孖叉人 不是的 有時候流動 你自己可以處理得到 就處理完它 當沒事吧 老實說 每個人都是這個社會的一部分 不要覺得 這個政府會照顧你一切 要大家通力合作才行 現在就是缺乏那種 覺得社會沒有份 那樣的 平時大支野 那這樣不行 是不是 一定要通力合作的 唉 是要通力合作的 現在有些人還在說 要用什麼大數據 我告訴大家 你不要聲大大 說要用大數據 在香港 很坦白說 有很多事情做不到 是因為人們對他們的私隱很重視 其實內地 從來都不是一個很重視私隱的地方 現在相對來說 不是很重視一般人的私隱 其實是 你要想一下內地的發展是不同的 總之內地的人是比較注重一個群體的 香港不是 香港是很個人化的 社會的文化氛圍 很多不一樣的 那 Mai King Chan 就說 我妹夫懂得做事 但是 上司專給一些白卡集中營去管 最後他不做 寧願不要退休金 多慘 我都是 有程度上都是這樣 被人弄走的 不過 那些人都知道我懂得做事 所以我結果都是不斷在社群裡 都是繼續做事的 其實就是這樣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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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Toracef 她就說 因為香港有一群 由前獨國洞房 更甚就是 發出養出來的貴雕出來搞事 那群黑記又專門訪問這些人 結果這件事無限誇大 另外有一群貴雕 看到原來可以拿到很多東西 結果怕死拿不到之下 衝下去拿多幾份 拿不到又在大炒大鬧 這群還要不乏在香港出生高學歷 甚至高收入的人 他們還要是高收入去隱瞞 就住入一個公屋那裡 最賤就是那些 是有這些人的 我也告訴你 已經舉報了他們 看看他們能否查到 哈哈哈哈 卡拉峰就說 但是現在的年輕人 也是很死得的 我經常跟他們說 有什麼我會跟他們一起支持 會回應他們 結果 很多時候他們就亂做些事情 都推回我 跟著我 卡拉峰你做的事情 也是跟我一樣 我有一段時間都是這樣的 很慘 然後我決定 我決定自私一些 我個人就是這麼壞 就是 我就決定不會教那些年輕人 我就是這樣 以前我也會教那些年輕人 但我決定不教 其實要看看究竟那些是什麼人 就是 那個人很重要 你懂得看那些人 有些人是很糟糕的 我只能夠說 而糟糕的人 在職場上 很多時候是有運行過 有運行過 不糟糕的人 其實在社會上也是 其實在社會上也是 Cockman Error就說 共產黨幾十年流動 但是會執政來做 所以 得到發展很快 卡拉峰就說 社長 我這個星期打算 炒了其中一個 那 那就可以了 其實你就知道 解決的麻煩一片 他就很慘 但沒有辦法 他自己有問題 這些人 你不炒不行 說真的 有時候不炒了一些 有問題的人 對自己也是一個傷害 自己的影響 是啊 這個是麻煩事 好 香港人 HK的留言 讀一讀 工作這麼多年 都是幫忙解決 困難為主 沒有什麼值得不值得 身邊 有很多人有問題 嘗試解決 沒有問題 就自己領功 那就沒所謂 因為我看到 他們一個一個 因為自己的不作為 漸漸被社會淘汰 被新人取代 其實人人都是要解決問題 才有 生存在社會的權利 即是我的看法 我操淺的看法 小南就說 你不理我 腹子又上到 那有些人是說的 你也是催不成的 龍眼妹就說 社長有鄭蔡看 哪裡有鄭蔡 先看看 龍眼妹提到我有鄭蔡看 應該是她微信了我 讓我看看龍眼妹發了什麼正菜 給我看看 好了 就是街市的好菜 30元兩個大西生菜 貴了一點點 都可以接手 這個是台灣地區來的 台灣地區的就是空運的 我也要說 所以我們之前不是說 台灣地區 他就會再放些東西過來香港 因為這些東西會貴 他就說這些東西是加了假龍眼會 西蘭花 20元 黃菜 20元 台灣椰菜 16元 靚西芹 12元 然後還有就是 看看 菜心 50元 兩斤 是貴了一點 是貴一點 是貴了一點 但是 可以接受的 龍眼妹就出了去 做我們 住街市的特派員 很厲害 他就說很多菜 來了貨 不用太擔心 對面是街市的貨 放在對面 然後還有 就是有間中港車 有間中港車 有罵我們 很多貨 不過是貴了 所以大家出行的時候 都是 處理一下 好了 說回這裡 Vita UMM 我一直訓練新人 聽聞都有正面評價 有一部分 一部分 有些我就不會 一看到他的人 是很腹肌的 我現在一點都不會教的 只是這麼說 CCK 本來2020建制KOL作家 政黨齊心可以團結社會支持特區 令政府重拾管治威信 可惜的是 以上的人國懷鬼胎 想奪權 想舔政治游泳 不惜繼續撕裂香港 來取得自身利益 我們就 沒有了 我們聽節目都沒有了 我們這些人走了很多 我們沒有 沒有 沒有辦法 這個我們 很悲慘 好了 Carol Chow 說 1607請點贊 都是請多謝 請大家點贊 Ein Yen 說 我昨天在葵方 還買到三十元一斤 一斤 三十元一斤 通常 本身已經是 沒那麼漂亮 如果是豆苗的話 但是他也會賣掉 所以我們經常都說 他賣得貴 如果你覺得不值得 你不要買 他也要減價 賣給你 遲些也是 你不要跟別人一窩蜂去炒 沒有意思的 你跟別人一窩蜂 自己也會玩殘自己的 Old Man 說 能不能做到事情 你的上司是看到的 但是有些上司 他們會有 玩東西的方法 我也不說這些 因為這些 不是很正能量 我們說一些正能量的事情 就算了 Michelle Lam 說 貴了不要緊 最大問題是 綁色的賣 這個沒有辦法 一定會有 他會搭一些不漂亮的東西給你 就是買一條魚 搭一個魚嘴給你 一定會有 Edith Tao 說 不要放棄 其實 唉 不放棄 是很難的 Torrus F 說 經常用豆苗去看菜價 真的瘋了 豆苗本身是貴菜 來的 而且豆苗受的供應影響是很大的 供應一少了 它就貴很多 其實就是這樣 收權量大 街市的人經常說 沒有貨台高 我們都說過是 所以不用管他們 還有有些人在福基 去超市買 然後拆了別人的包裝 在自己的菜檔裡賣 不太行 這樣